不要抱怨生活,不要看清自己,努力才能活出你的精彩。 人活着,不公和自卑的分量或许轻重不一,但却与每个人形影不离,因为凡事无法十全十美,人也不会无欲无求。 只要你有七情六欲,就会萌生出不公,就会被瑕疵激出自卑。 而有了开头,就得要结尾。 因此,怎么解决问题,换取神魔后来,这一切端看你是积极应对,还是消极抵抗? 其实人活着悲伤是一天,快乐也是一天,它不会受情绪的影响,更不会因你改变。 所以与其低落的混日子,不如拿出点精神过好当下。 但道理都懂,能做到寥寥无几。 好比,我家楼前的一户人家,男人有暴力倾向经常打骂妻子,轻点能勉强走路重则握得不起。 按理说这众火坑逃都来不及,他却为了两岁的孩子隐忍退让。 可人的承受能力终究有限,于是紧绷的闲被打断后,他寻了短见,幸好抢救,及时挽回了遗憾。 在难受之余我就在想,一个人连死都不拒,魏石魔怕活着,魏石魔不敢离婚把糟糕透顶的生活翻个新篇章。 怒其不争挨其不幸时,想起他跌坐在地上流泪发呆,看到他每次出门低住头,买个菜都畏畏缩缩的反应,突然就有点理解了。 因为他把一切归结到了命不好,且认了命,才有了后来的无望,以及糟糕透顶的生活。 毕竟自己都低了头,旁人多给力也只是钱着急。 也许是无可奈何妥协,不过还是想说,有勇气选择在渗不进去光的黑暗里生活,就该有底气破釜沉舟,想更好的生活前进。 恰如董卿所说,不要抱怨生活,不要看清自己,努力才能活出你的精彩。 别抱怨生活,人最善推卸责任,有时为了图心安理得,啥事都能找到借口。 工作上不如意,埋怨父母默人脉,谈恋爱分手,抱怨遇到了扎对象,学习成绩上不去,愿怪老师教得不好,长得不好看,愿对家人基因不好,犯了错被发现,愿恨别人不装聋作哑,错在于自身,抱怨生活是蠢,错源于外在,愿恨不愤是傻。 因为事情已经存在,无论初衷如何,你的首要任务是把跨越绊脚石,而非站在原地一味地抱怨,或直接返回痛骂。 解决不了眼下的难关,抱怨带来的只是负面情绪,受其影响,是的,抱怨,我们终将难免,是非,活在尔于我诈的世界里。 我们怎能逃避,是与非,我此刻的心情可能无人能懂,就像一颗小草,昂首挺胸的直面天空,刚刚承受了太阳的暴晒,马上又会有一场暴风雨拍打我躯体。 我是一遍又一遍地与生命抗争,却又一遍又一遍地被打倒在地,猜不到命运终归何处,可能明天我就会成为那个被割掉头颅的小草。 也许我还会苟延残喘地在那里,继续抬起我骄傲的头颅,去直面太阳,生活就是这样,你哪里躲得开红尘是非? 但难道就因为惧怕生活,我们就放弃人生吗? 正确的方式,是用向上的心态面对一切意外和人类,以越挫越勇地架势直面困难。 也许效果甚微,可经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的积累,再微不足道的力量也会发挥出十足的变化。 如果说抱怨是雪上加霜,那么努力就是雪中送炭。 所以在与生活的不工作斗争时,别妄想一举成功,更别当缩头蜗牛,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,即便是家缝求生,也能如生生不息的野草突破屏障,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法则。 别看清自己,定准了生活的方位,就要看长舵人的能力。 不知是受自迁的传统文化影响,还是本就莫多少自信,反正我认识的同事和朋友中,十之八九都小瞧了自己。 比如以前上班时,部门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,每天存在感特别低,但工作总是稳重出色地完成。 当时已为她慢热不善交际,谁知熟悉后竟发现她从未肯定过自己,不管做什么都是在否定中结束,忐忑敏感地盯住众人。 一旦有稍微不好的言辞,群聊的消息会撤回,制作的方案推翻重来,话到一半立刻闭嘴不言。 问她为什麽会有这种盲目的自卑,她说打小父母重男轻女,入耳的话都是否定,考试一百分,说女孩子读书没用,第一次化妆,说跟个妖怪似的,上班赚了钱,说某某家女儿上了初中赚的钱都比你多。 于是,她始终觉得自己非常差劲,龟缩在小存天地,战战兢兢地来回探索。 后来在我们的鼓励和肯定下,她渐渐自信起来,用能力和聪明证明了她的价值。 还有一位朋友是全职太太,在发现老公出轨时一直装糊涂,甚至被小三挑衅也忍了窝囊气,原因是害怕离开对方,与社会脱节的她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,抢不过抚养权健不到女儿。 要不是男方和公婆联合逼她离婚,要那个女人生孙子,估计她会委屈求全一辈子。 因而被逼无奈的她,开始搜集对方出轨的证据,抢到了抚养权得到了一半财产。 离婚后,孩子学习她也学习,花了一年多,考了好几个证的她去一家公司做财政,现在房车都有了。 做人确实需要认识不足低调形式,但拥有的本事和能力,莫必要去弱化否定。 潜力的无限赞且放一边,单从表面的优点分析,也不该轻视自己。 因为只有你先自信,有底气了,机遇和尊重才会接踵而至,否则无非是白白,蹉跎了时光,耽误了你的前路。 所以哪怕你毫无特长优势,也要自信点,唯有如此,内在的潜能才会被开发出来。 当你积极应对生活的种种,自信地做好每一件事,现状也许不能立即改善,但心情的灿烂,对以后的期待必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有道是心情好了处处都是风景。 这样的你,再多的不顺心不如意,也只是暂时,毕竟面向阳光,哪能时时黑暗,尤其是度过风雨后的天空,彩虹夺目阳光耀眼。 因此,努力生活的人,辛苦是为了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,让先前落灰的模样幡然换心。 恰如董卿说的,不要抱怨生活,不要看清自己,想要就去努力,不好就去改变,永远不要为懒惰找理由,每天给自己提个醒,可以不优秀,但一定要善良,你可以不成功,但一定要努力。 善良的人有好福,坚强的人打不到,努力的人有回报。 也许日子熬人,但要乐住过,我们要在每天清晨能效助面对今天,也能在傍晚十分平静地等待明天,我们怎能逃离抱怨,怎能躲避是非,但我们终将要度过每一天。 祝福所有被生活打趴过的人一起,同身站起。 明天,我期待你的到来,我期待黎明的曙光会照亮黑暗里的人。 生气的时候,默念三句话,将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。 生气,不仅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,还会伤害自己的身心灵。 但是一时脾气上来的时候,自己也控制不住。 这个时候,多念这几句话,就能让自己转念。 第一句话,请默念算了吧。 在佛教看来,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,在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,都是一种因缘和合的现象。 如果我们去执着这些现象,就会让自己陷入痛苦之中。 若执着了现象,与人发生了争吵,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,甚至还会继续造口业。 当我们要生气时,请默念第二句话,算了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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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立方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